二级警戒将维持到10月4号 将是情况滚动式调整 而这回也放宽了人数限制 这大型的活动展场 只要依照经济部指引 三周前提出防疫计划 就有望能够在今年的第四季举办展览 但也有专家很担忧 今年中秋廉价 将会使加户传染风险又提高 呼吁民众千万要做好防护措施 国内疫情趋缓 但社区内仍有零星个案 指挥中心宣布9月21号到10月4号 依旧维持二级警戒 后续再看情况 再做滚动式的修订 会议及展场活动 有条件松绑防疫指引出炉 从业人员需造册 且达六成覆盖率 主办单位三周前要提出计划 场馆内禁止饮食或试吃 场馆每天包含大梯 厕所 电幅梯等公共区域消毒 并两小时要换一次新鲜空气 目前疫苗还没有普及到 比较年轻一点的工作同仁的时候 PCR的检测相同意义的 整场防疫松坊 展览业者乐观齐程 直呼松一口气 希望三周后能如期半战 二级警戒中 宴席仍不得离桌敬酒 但如果人数限制 室内超过80人 必须维持每人有2.25平方米空间 而八大场所仍然禁止 但指挥中心下周将整合讨论 有望放宽部分场所 至于连锁健身房 有氧课程之间需间隔一个小时 有业者询问能否缩为30分钟 坐着过来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 疫情警戒再放宽管制 但正逢中秋廉价 难来北反人潮 加护传染成为观察重点 英国研究指出 Delta比阿发猪 加护内感染的比率高出64% 甚至还有国外研究发现 只要有一人确诊Delta 就可能传染6人 开扇门空气的循环 长辈来讲 没有打疫苗是躺在床上 最最危险 我看警察这两天出游人非常的多 放轻松的出游 但并不代表说防疫松懈 暴富性出游潮中秋廉价后 是否会有疫情反扑 成为指挥中心观察重点 民众自身防疫依旧不能松懈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虽然今天是廉价第二天 不过我们还是要 对大家关心一下本土的疫情 因为今天本土确诊又加1 而且是先前确诊的 暗16227的妈妈 入院曾经三度裁剪是阴性 直到第四次裁剪才确诊 其实在5月的时候 暗16227的男友 和另外两名家人都染疫 但是她却没有被匡列隔离 也引发了外界质疑 而如今妈妈也确诊 一家四口全部染疫 19号加林破宫 最新疫爆境外移入 个案11例 其中有5例是突破性感染 死亡1例 本土个案1例 案16251是一位60多岁妇人 她的女儿就是日前确诊的 案16227 两人住在一起 妈妈在7月8号和9月10号住院 裁剪都是阴性 9月16号女儿为了陪病 裁剪确诊 妈妈当天进行三采也是阴性 隔天又破上医院例行性裁剪 第四次裁剪确诊 CT值三十四 目前正在隔离治疗中 女儿案16227的男友和两名家人 曾在5月疫情爆发时确诊 当时案16227 没有被匪列隔离 引发质疑 直到9月陪病 裁剪确诊 指挥中心检验抗体阳性 初判是旧案 不过如今加上案16251 案16227 一家四口都染疫 黄列接触者问题 恐怕得再检讨 另外右援Delta群聚案 还有75人裁剪中 最后一例确诊 右援园长案16221 9月15号确诊 加上两个潜伏期28天 推算10月12号观察期才会结束 但中央判定9月22号起满 专家认为太草率 不太敢说就没有潜藏黑素 所以28天的话 要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Delta本土疫情真的清零了吗 先前确诊的陶琴女 裁剪匪列396人阴性 还有艺人戴彩中 但至今还未离新感染源 是哪一例 专家认为社区始终潜藏着黑素 想要真正清零有难度 但疫调匪列极检测期 势必得再加盐防范 记者杨世绪潮山人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公费疫苗的第九轮 在明天的上午10点要开放预约 这校园接种计划 也将会在22号上路 不少家长担心 这心肌炎等等的副作用 对此指挥中心提醒 接种后的两周内 应该要避免剧烈运动 28天内如果出现了新剂 晕厥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 这个讯息也提供给您参考 BNT疫苗校园接种 即将在22号上路 但有不少家长担心 心肌炎副作用 打完BNT 我们青少年打两周内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体育课的时候 也要试这样的一个 学生打疫苗的一个时间点 追中心提醒 12到17岁孩童 打BNT疫苗后 28天内若胸闷胸痛 心悸呼吸急促 运动耐受不良或昏厥 这五个疑似心肌炎症状 就应该要尽速就医 并告知疫苗接种史 另外BNT疫苗 是否作为第三剂使用 争议性高 但美国FDA专家一面倒 拒绝支持全面施打 辉瑞BNT补强针计划 应该是具有参考的价值 不过去台湾 要来支打第三剂的时间 至少也会相隔到 六个到九个月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来看看国际 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数据 考量BNT疫苗 还有剩余量 第九轮9月20号上午10点 到9月22号中午12点 开放9月25号开打的 第一剂BNT以及第二剂高端预约 第九轮BNT接种对象 有18到22岁 65岁以上 以及40岁以上 第九类族群 尚未接种第一剂的民众 只希望公费疫苗 继续往下开 尽快提升全体保护力 记者信用言响原先居台北采访报道 一名嘉义中正大学的研究生 16号当天骑机车等红绿灯时 突然自摔两度开刀后 现在还是昏迷不醒的 家属怀疑可能是跟施打高端疫苗有关 这名26岁的研究生宋医 发现他的右侧内颈动脉出现了血栓 目前都还在家户病房观察当中 家属反映 他在死后接种了高端疫苗 怀疑会不会是疫苗后遗症 但嘉义县卫生局表示 现阶段无法证明血栓跟高端疫苗有关 只能后续由专家来判定